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百合,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远离多巴胺,追逐内非态 一起来听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熬一次夜,通一次消 虽然当时很快乐 但之后几天的昏沉和疲惫却让你后悔莫及 跑一次三千米读一本晦涩的书 尽管当下可能很抓狂 但完成后却总能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畅快 看过一个形象的那笔 多巴胺带来的兴奋感 唾手可得,却稍纵即逝 内非态带来的成就感难能可贵 却经久不息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 就是远离多巴胺,追逐内非态 只有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乐趣 才会拥有自由笃定的人生 低级的快感会拖垮你的人生 很多人总结,多巴胺产生的快感就一个字 爽 不需要思考,去享受就完事了 想想的确如此 刷完几十秒的短视频 吞下大量高热量的东西 都无需你消耗任何精力 可是,长期满足于这种短暂的渴望及幻想 却会让人产生空虚和挫败感 日本有位游戏成瘾者叫 持则全衣 他玩游戏激进疯狂 曾经一天二十多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睡 他的住所一片混乱 垃圾堆积成山 在家里蹲了近十年 一直到二十七岁 最美好的青春就这样被一点点荒废 低级的欲望最可怕之处 就在于他会逐渐麻痹着人的神经 消磨着人的斗志 让人沦为对生活毫无还手之力的囚徒 日常生活里 类似的情景并不显见 明明想要早睡 却沉迷于短视频、肥皂剧 几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 明明想要健康 却总控制不住胡吃海喝 到头来肠胃不堪重负 熬夜之后的后悔 暴食之后的愧疚 让你自怨自爱 继而自暴自弃 曾看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叫做老鼠也疯狂 一只老鼠被连上了一个电极 当它按下按钮 就有微小的电流通过电极 刺激它的大脑 原以为老鼠被电之后 会迅速躲开 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逃跑 反而越来越兴奋 连续12个小时 疯狂地按了7000次按钮 直到最后立结而死 原来电极刺激到的大脑区域 是快感中枢 这里一旦被刺激 就会产生多巴胺 让人兴奋 这就是多巴胺的快感陷阱 它就像精神鸦片一样 让人行为上瘾 然而快乐的预值 是不断增加的 当同样的行为 被反复重复后 大脑就会产生耐受性 需要有更强烈的刺激 才能激发出快感 那种对快乐的饥渴 就像在沙漠中寻找绿洲 到头来徒劳无果 反倒让自己更加枯竭 正如有句话讲的 欲望永无止境 满足一个 就会冒出另一个 让人一步步 走向前途未卜的未来 最终成亡败寇 低级的趣味 只会在不知不觉中 偷走我们的时光 拖垮我们的人生 高级的追求 给你恒久的快乐 作家李思源讲过一段话 感慨很深 人在什么时刻 会意识到自律的好处 大概不是在寒冷的冬天 也要逼着自己五点钟起床时 不是在感到疲惫 依旧要锻炼身体时 而是当你发现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工作越来越有成 生活越来越丰富 有趣 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对于追求多巴胺的人而言 轻松是暂时的 但痛苦却是长久的 对于追求内飞泰的人来说 过程是痛苦的 但结果却往往是美好的 内飞泰带来的快乐 类似于品了一口苦茶 慢慢回甘 随着目标不断实现 让人越来越有获得感 网友宁星曾分享过 自己这些年保持的习惯 看上去很繁琐 却让它乐在其中 每天早上画个精致的妆 用半小时看一张心理学 早饭午饭保持七分饱 平时不吃零食 下班后运动一小时 抽空再做个拉伸 这些习惯刚开始总是很难坚持 但随着它一点点的坚持 现在做起来却毫不费力 事实上 内飞泰也被称为快乐激素 或者年轻激素 它会让人获得沉浸式的快感 得到彻底的放松 让人不再回避痛苦 而是主动去赢得生活的掌控权 在宾夕法利亚的一个山村里 有位马夫 刚开始他在钢铁厂做工 他从不妄想一步登天 而是每天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时刻关心自己 跟过去相比 是否有进步 他以最优秀的同事作为目标 竭尽所能的拼命工作 就这样 30岁时 他成了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39岁时 出任全美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是美国知名企业家 查尔斯·奇瓦伯 真正的快乐 都穿着自律的外衣 需要汗水的灌溉 需要无数日夜的努力 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 所谓幸运者 不过是把懂得追求 转化为自驱力 当别人公愁交错时 你一个人挥汗如雨 当别人酣睡淋漓时 你一个人挑灯夜读 当别人无所事事时 你一个人默默耕耘 就像有句话讲的 真正的幸福 不是狂欢后的落寞 而是努力过后 满满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选择一条难走的路 刚开始步履为奸 但后边会畅通无阻 人生最好的自律 就是学会延迟满足 去拥抱高级的 恒久的快乐 远离多巴胺 追逐内非态 乔布斯说 在生命最初的三十年中 你养成习惯 在生命最后的三十年中 你的习惯决定了你 他从不让自己的孩子 使用iPad 而是送他们去私立学校 学习饲养动物 种花 以及打理家务 同样 比尔盖茨 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是 14岁之前 绝不允许接触手机 不允许玩游戏 你看 越是快乐的缔造者 越是驱离避害 放眼未来 想要得到长久的快乐 就要远离多巴胺的诱惑 追逐内非态的愉悦 产生自驱离 科学家认为 大脑是个拥有最强力量的武器 只要你懂得与它合作 它就能帮你获得 几乎你想要的一切 如何有效地跟大脑合作呢 这里分享几点建议 一 跟大脑对话 调整习惯模式 大脑总想让你轻松愉快 喜欢做简单重复的事 你要给大脑发出指令 我要突破自己 我是一个精力旺盛 执行力很强的人 我能管理好时间和体力 要勇于面对挑战 把熟悉的事变陌生 把陌生的事变熟悉 如果刷手机刷到睁不开眼 就把手机扔得远远的 不敢尝试的是 立即着手去做 让大脑明白 这就是此刻必须要做的事 二 设置目标 延迟满足 无论是读书 运动也好 还是工作也罢 列出长远的目标 以及近期的任务 不被外界所干扰 通过阶段性的实现 提示自己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刺激大脑释放内非态 让你获得成就感 从而更加努力 三 分割任务 对大脑实施奖励 这里推荐番茄工作法 因为简单易行 就是把一个任务切割成多个 每个时间段设为25分钟 25分钟后 进行短暂的休息 再开始下一个任务 以此来分割压力 每四个番茄时段 多休息一会儿 对大脑进行奖励 四 定期冥想 稳定心态 用5到10分钟进行冥想 放空杂念 有助于稳定大脑中的信人体 信人体的活跃度越低 情绪越稳定 冥想还可以提高大脑 左前额叶皮质的活跃度 它能为你提供正面情绪 让你更积极地面对生活 远离诱惑 收获你想要的结果 自媒体人催催说过一段话 让我深有感触 我们身体里都住了一个小人 他喜欢偷懒 贪念极客的快乐 我们不需要责备他 因为有他我们才懂得休息 懂得享受 只是有时候 我们需要把他管理起来 让他远离诱惑 给勤奋和努力让出道来 人这一生 想要拥有长久的快乐 就必须养成反本能体质 你的每一次克制 都意味着自己比以前更理智 更强大 低级快乐如璀璨烟花 短炫即散 高级快乐如清水深流 苍生踏歌 没有什么快乐 比得上由自己主宰人生 来得更痛快 没有什么力量 比自律和坚持的力量 更强大 当你开始远离多巴胺 追逐内非态 相信我 你会感受到 脱胎换骨的自由